新日营业中呢 其实我们会想要这个主题是这一次的专辑 有一个很大的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这些音乐是献给每一个人的 而并不是只是做来证明自己的 所以有一个给别人听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动作很像是 开了一家店 然后把东西准备好 然后要献给上门的人 所以我们就叫今日营业中 其实这四年呢 我觉得就是还是很正常的过日子 可是也觉得很像在追赶 追赶东西 因为呢 想要让自己做音乐的能力 可以进步更多 所以其实这四年来 还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也因为这张专辑隔了四年才发行 所以当中有很多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也很像是一个日记 从第一首歌《让世界毁灭》开始 它是有一点黑暗的 然后到后面呢 勿忘你宠儿这样子 是反而找到希望 所以其实它也蛮像是一个日记的一个过程 那这四年当中 学到最多的事情 应该还是音乐吧 我觉得其实这张专辑最大的分别 就是它已经被我做得很像一个镜子了 因为它这张专辑做得跟我自己已经太像了 所以这张专辑反应如果是好的话 或是这张专辑做出来的反应是大众喜欢的 我觉得也可以代表说我这个人 原来是比较符合大众口味的 但如果这张专辑做出来 它其实还是受到小众的人喜欢 那也只能说明我本身个性就是很小众的 可是这很过瘾的嘛 因为见真章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难 因为你可能做专辑会有很多的考量跟包袱 当然这张专辑也有很多的考量跟包袱 但都是我想要我觉得好的方向 所以这张专辑本身就已经很像我了 所以我也会很好奇这样 如果把一张专辑做得很像自己的话 那自己是到底是非主流还是主流呢 就看这张专辑的结果 因为我喜欢不同的音乐 我喜欢不同的音乐 但是呢我也喜欢旋律好听的音乐 或是我喜欢比如说旋律不是特别重要 可是音乐很好听的歌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不冲突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很多音乐都是不冲突的 所以把它做在同一张专辑里面对我来说是很合理的 因为这张专辑经过太久 所以用不同的音乐去表达不同的心情 我自己觉得天下还是很流畅的 然后是很真实 因为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 我觉得一个正常人 你不可能每天起来就是你听古典音乐 或是你就是听band sound一整天 你是听到各式各样的 你可能有特殷 然后你会听到rock 然后你可能又听到falk 你可能又听到acoustic 然后或是芭樂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同的音乐我都能 都能接收 然后都会感动我的 所以这张专辑每一首歌的共同点 对我来说就是都是由 从我的心跟我经过的事情去出发做出来的 那既然一个东西已经做到每一首歌都是自己很喜欢 代表这个专辑也很像自己 那这张专辑会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我也是很好奇的 这张专辑也很像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